以为是青铜,没想到是王者,大地养商两年网上刷存在,手袖砍,20加7,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,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不能以貌取人,不过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,从小被这样教育的我们都做不到,那国外的球迷肯定就更难了,于是很多球员在进入NBA之前,都会因为种种原因被人们看脸, 结果,原本以为这个人是个青铜,没想到一上场变成了王者,他们都有谁呢?过人军今天就列举几个吧,恩彼得曾是推特之王恩彼得,在2014年被76人选中,但是一直到2016年才上演了NBA的首秀,在养商的两年期间恩彼得,为了让人们记住他的存在,也就是俗称的刷存在感, 他不停的在推特上发表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动态,招募斩姆斯,拉黑斩姆斯,自制MVP榜单,调戏雷哈纳,竞选总统等等,他还为此得到了一个推特之王的称号,那时候,人们都觉得他有些二,然后就没然后了,相信很多的时间里,已经有些人不认为,他会在球场上有所作为了, 不过大帝在16年不出之后,立刻完成了青铜道王者华丽转身,首秀就砍下20加7,2016到17赛季,只出场31次的大帝,进入那一年新秀最佳一阵,第二年也就是17到18赛季大帝则进入了全灵星首发,76人在他的带领下也回到了九雷的季后再,如今应该已经没有多少人还,记得他推特之王的名号了吧, 库里打了多少人的脸,库里选秀时的顺位并不低,在09一届中第七顺位,不过当时的联盟还没有盛行小囚风,再加上他的易碎体质,所以当年勇士四年4400万,续约他的时候,有多少人都认为勇士对疯了, 可到了14到15赛季之后,水花兄弟带着勇士一路起飞,人们纷纷把那份认为勇士疯了的合同称呼为红工合同,最近四年,库里和勇士队拿到了三座总冠军,他们成为了全联盟针对的对象,不知道如今的库里打了当初多少人的脸呢? 鲜肉主帅戴绿军重新崛起,2013年,凯尔特人宣布NCAA教练布拉德斯蒂文森成为这只传统豪门的新主教练,当时的斯蒂文森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鲜肉教练,他只有37岁,很多现役球员的年龄都要比他年长,当时的凯尔特人正在重建,人们都认为斯蒂文森,可能就是凯尔特人招来的杯国侠, 豪门摆了多少有些跌分,他一来就可以把责任都丢给他了,然而五年过去了,凯尔特人只有他的处子赛季没有进入季后赛,其余四年全部进入季后赛,并且连续两年打进冬绝,特别是刚刚结束的赛季,在缺少欧文,还握得的前提下和骑士队大战七场,新赛季人们对凯尔特人可是充满了期待呢? 姚明当选状远时被狂虚,2002年,姚明在那年的选秀大会上当选成,为状远,当时的姚明没有前往美国,但是他隔着电视机屏幕,都能感受到美国球迷对他的虚声, 在姚明之前,NBA从来没有一位没有任何美国篮球背景的状元,甚至巴赫利等人时至今日还不认可姚明,可是时尚呢,姚明虽然因伤提前退役,他也没有取得过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, 但是巅峰的姚明绝对是联盟里最好的内线,且不说数据,球场上他可以和奥尼尔掰上手腕,可以把魔兽护华德打得不知所措,如日中天子詹姆斯总是打不过姚明的火箭,勇士主教练球员时期数据一般, 但很重要作为新一代的战术大师,科尔更多被人们熟知,是以勇士教练的身份,事实上他球员时期先跟随乔丹拿到了过三次总冠军,然后又跟随马兹队拿到了两枚戒指,他是第二个在两支球队获得过两次以上冠军的球员, 很多球迷说了,球员时期的科尔场军得分,没有一个赛季超过十分,他的冠军都是抱大腿来的,其实并不然,科尔虽然生涯都是角色球员,但是他是十分重要的角色球员,他的三分是当时球队的重要支援,96到97赛季总决赛第六场,乔丹吸引防守后,在最后28秒把球传给了他,他不如使命投中了关键进球, 事实上,这就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,1997年他还赢得了全明星的三分王。